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四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國內昨天再增加了六起境外移入病例 還有兩名本土確診個案 分別是諾富特飯店的外包工作人員 以及日前在澳洲確診 華航印尼機師的同住家人 而到目前為止 這起群聚事件已經有二十六個人確診 疫情指揮中心則推測 源頭應該是外籍機師海外染疫 入台在檢疫旅館隔離 所引發的群聚 因此針對飯店進行地毯式環境採檢 華航諾富特群聚事件在新增兩名本土確診個案 分別是防疫旅館外包工作人員 以及在澳洲確診的華航印尼籍機師的同住家人 指揮中心表示案1145是本國籍40多歲的男性 4月初到4月28號除了休假期間外 都在諾富特飯店工作 28號曾出現咳嗽症狀 30號到診所就醫 5月1號安排就醫採檢確診 而案1146近期無出國史 在印尼籍機師確診後 於4月21號就被匡列為居家隔離接觸者 並進行採檢為陰性 但他於4月30號出現身體為熱流鼻水 喉嚨不適等情形 自覺症狀輕微未回報 衛生單位考量其他家人已經確診 5月2號再次安排採檢確診 掌握個案的接觸者23人 其中20人列為居家隔離 3人列為自我健康監測 足跡我們現在正在醫療中 截至目前這一波疫情 已經累計有26名本土確診個案 指揮中心推測源頭 應該是外籍機師海外染疫 入台在檢疫旅館隔離所引發的群聚 因此針對飯店進行地毯式環境採檢 432件環境檢驗結果全部為陰性 為了讓外籍與國籍航空機組員 航空公司員工與一般居檢者 能有效分流 指揮中心也宣布 外籍機組員的防疫旅速 將以一家為原則 國籍航空機組員防疫宿舍 則由民航局來規劃專責防疫旅速 暫定由諾富特飯店繼續負責 另外因印度新冠疫情持續攀升 除了之前公布的本國籍居居留 民眾入境後需集中檢疫14天外 指揮中心也在擴大入境限制 從5月4號起 據14天印度旅遊史非本國籍人士一律 暫緩來臺 記者我有陳立鋒推報導 諾富特飯店的女性防務部主管確診 病毒也傳染給三位同住的家人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昨天公布了她的女兒疫調足跡 從4月26號到28號連續三天搭乘捷運和公車 在夜市和餐廳吃飯 27號晚間還前往加勒福中和店來購物 拉下鐵門加勒福中和店暫停營業 新北市環保局出動消毒車 進行周邊環境消毒 因27號晚間8點 諾富特飯店確診的房務部女主管的女兒 案1136 曾經到店裡停留半小時 配合政府相關的防疫措施 下午加勒福進行閉店作業 事到5點左右 我們應該陸續續就可以完成閉店的這一塊 今晚會開始進行全面性的消毒 案1136就是案1129 60多歲女房務部主管的女兒 指揮中心公布4月26號到28號這三天期間 往返住家及公司的詳細疫調足跡 26號一早7點多 搭乘57號公車 轉乘北捷 從頂溪站到西門站 再轉235號公車到鮮色公站 晚上近7點 再搭蘭2號公車 從永和的中心街口到捷運的西門站 晚上約7點半 再到72度C 舒肥健康餐用餐 隔天27號上午7點40分左右 搭5號公車 轉捷運到西門站後 再搭蘭2號公車 到捷運鮮色公站 晚上8點左右 曾到佳樂福中和店購物 28號上午再搭乘57號公車 轉乘捷運 再轉搭637號公車 晚間7點37分左右 再搭乘蘭2號公車 轉262號公車 前往永和大興街 至於近期網路上傳出 他曾到華東旅遊 陳時中強調非傳染旗 有什麼普悠嗎還是哪裡的足跡 可是那時候他可能連染病都沒有 所以還是用指揮中心公布的為準 1136足跡 呈出現在永和鼎溪捷運站 及樂華夜市旁的餐廳 不僅樂華夜市的自治會 將啟動人潮管制 控制人數在千人以下 而附近的永平國小 上午宣布 5月8號的校慶取消 下午5點後進行消毒作業 即日起暫停開放社群民眾進入校園 決定要取消 這個星期六的校慶的一些慶祝活動 我們就另外折起再來辦理 而另一名同住家人 飯店女主管的兒子 案1134的疫調足跡 台北市長柯文哲 上午接受媒體訪問時 脫口說出在星光大樓上班 北市衛生局表示 5月2號已進行周邊的環境消毒 新興客運 北截籍台鐵軍表示 各班車每天出車前 都會不定時消毒 也會要求乘客戴口罩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 吳家寶 憲政林 綜合報導 一名泰國的省心台商 被當地衛生單位通報 確診新冠病毒 而要沿絡他的時候 卻發現已經搭機返台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這一名台商二號入境時 有表達自己有症狀 已經直接送醫採檢治療 至於是否屬於確診者 仍舊登機將再釐清 泰國一名省性台商一號晚間 被泰國北流府衛生局 通報確診新冠肺炎 卻聯絡不上人 追查發現近視在二號 搭乘長榮航空BR212 班機返台 入境時已出現發燒症狀 送醫住院治療 駐泰國代表處獲知死事後 將訊息公布在官方臉書 呼籲過去幾天 曾與省性台商接觸的親友 或搭乘同班界旅客要立即接受採檢並隔離 以防疫情擴散 指揮中心強調 對於省性台商是否確診 以及仍舊違規登機的部分 會進行調查及釐清 盡速修補防疫漏洞 至於原先入境泰國的隔離期 四月起縮短為七天或十天 但盡情因為疫情來勢洶洶 泰國政府已經宣布 從一號開始 入境旅客 不管是否接種過疫苗 隔離期都恢復為十四天 記者陳嘉欣 蔣龍翔 台北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華航群聚感染持續擴大 聯合報室提到了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仍然表示 現在是社區感染的邊緣 染疫仍然以同住家人為主 還沒有往外擴散 而中國時報則是報導 台北市跟新北市長 昨天炮轟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嚴重疏失 另外來看到自由時報 台北市淡安區 臥龍翔警中隊 昨天晚間是舉辦了交接典禮 而包括台北市警察局長陳嘉昌等人都受邀出席 沒想到熱鬧的現場竟然遭到兩名男子丟大量的蟑螂 十分嚇人 中山警分局已經調閱監視器來追查兩名嫌犯的身份 與下落 並且釐清犯案動機 滿地的蟑螂竄逃 讓人看了頭皮發麻 3號晚間 台北大安區 臥龍翔警中隊的交接典禮辦在中山區一間餐廳 包括台北市警察局長陳嘉昌 以及新北市警察局長黃宗媛和雙北市多位議員都受邀出席 不料現場突然遭到兩名男子拿著大批蟑螂砸向櫃台 然後在上樓梯的時候就發現怎麼樓梯上全部都是蟑螂 然後就上到這個二樓的這個接待大廳的時候就發現片地全部都是蟑螂 然後有點像是那個蜜蜂群擊的那樣子的狀況 整個地上全部都是整片的蟑螂 非常的恐怖 餐廳員工看見滿地的活蟑螂企圖用腳阻擋 場面混亂又可怕 對此轄區的中山分局警方已經介入偵辦 警政署也表示必要時將由刑事警察局全力支援 絕不讓犯罪者挑戰公權力 那後來我助理才發現說原來剛剛他在樓下等我的時候 剛好看到有兩個年輕 非常年輕的男生 年輕男子從他面前這樣子跑過去 然後跑去騎了摩托車就逃走這樣子 所以應該就是這兩個人所為 接連爆發松山分局黑藝人砸電腦事件 和北投罩界又涉毒 一連串之恩事件令外界對於波蟑螂一事 不禁多做聯想 內政部長徐國勇晚間在臉書強調 除了立即指示儘速查明原因 並將全面性取締包括槍毒等不法行為 絕不讓不法分子挑戰公權力 記者朱峰柱提稱 綜合報導 因應藻礁公投 行政院邀請民進黨籍立委 召開行政立法協調匯報 而行政院提出要將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工業港外推四百五十五公尺的變更方案 不過工氣的時程會因此延後兩年半 增加一百五十億元的預算 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民是表示支持 而對於公投案 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表示 如果通過就是災難 民進黨立委 經濟部長王美花等人 中午陸續來到行政院 準備參加十二點半 由院長蘇貞昌主持的行政立法協調會報 簡報三接與工業港外推四百五十五公尺方案 五十位黨籍立委出席 二十位提出建言 黨團總召柯建民會後部出向媒體說明 表達支持政院的方案 行政院下有三點多舉行記者會 正式說明外推方案 強調此案讓藻礁保護最大化 供電影響最小化 工業港將離岸1.2公里遠 對沿岸影響更輕微 不會破壞藻礁礁體 外推以後就不用再去聚挖了 不用聚挖就不會去影響到水下的這些礁體 政院表示政府展現最大誠意也付出代價 包括增加預算一百五十億元 三接供氣時程延後兩年半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指出外推等同對藻礁的影響 幾乎是倒零 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則直指 公投案不可行 若通過是災難 環團隨後也在行政院門口舉行記者會 批評外推方案是多數方案也是草率方案 方案的內容非常的草率 行政院應該要給臺灣人民複數的一個選項 而不是只有告訴我們只有外推方案 這個跟我們公投本子是完全不符合的 珍愛藻礁公投小組批評政院完全沒提替代方案誠意不足 也憂心該處海上不佳 將影響安全 經濟部表示 為牵涉變動的部分會持續施工 呼籲民眾在公投投下不同意票 主打此案過關對電力供應與能源轉型 會有很大傷害 記者們郭俊玲 台北報導 台鐵太魯閣號出軌事故造成重大死傷 而其中 美國籍罵罵蘇瑞的父母 昨天發表給台鐵以及臺灣政府的公開信 強調 為了預防日後再有悲劇 必須對台鐵的法律責任追究到底 要求承擔更大的賠償義務 促使台鐵解決問題 沉痛的訴說者女兒蘇瑞來臺擔任英文老師 卻在二十四歲的花樣蓮華遇到太魯閣事件 而罹難 認為不管多少的賠償金額 都無法彌補失去女兒的傷痛 蘇瑞的父母三號在事故發生 賤滿一個月的時機 透過立委幫忙 發表給台鐵及臺灣政府的公開信 蘇瑞的父母特別呼籲 台鐵應該承擔更大的賠償義務 並且被依法究責 才能促使台鐵解決問題 立委要求台鐵要改善包括包商管理等的問題 也建議讓外部專家組成改善小組 並且引進基層的聲音 才能避免改革出現盲點 而蘇瑞家屬的委任律師則表示 全案刑事部分正有檢方調查中 民事部分也持續進行中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 報稅即開跑 由於國內疫情升溫 財政部也首次開放用手機來報稅 如果是依照國稅局提供的資料不用更改 就可以透過手機來報稅 不需要讀卡機 自然人憑證 隨時隨地都能夠報稅 民眾拿著厚厚的文件 在座位區等待稅務人員的叫號 國稅局零貴報稅的第一天 一早就有不少民眾前來排隊 每年都第一天 因為早申報早退稅 有些資料我們要核對 跟去年有什麼不同 然後就是了解一下 看這中間有 就是怕會有什麼誤差這樣子 所以就來申請一些資料 不用受限假日也不用人擠人 今年財政部首次開放手機申報 民眾只要輸入電信業者手機門號 戶口名部或行動身分識別三則一 驗證後填寫基本資料就能進行繳稅 但要注意手機門號必須是納稅人本人 申辦的是月租型門號 認證的過程中 也要把WiFi關掉使用行動數據 若民眾申請延期分期 現金繳稅或新增修改配偶 扶養所得扣除額等 還是得用電腦或現場報稅 繳稅服務網去做行動電話認證 再輸入所謂健保卡號 你就可以完成認證 甚至你就連我們所謂四大超商 CASC去所謂的驗應查詢 這個動作都不用做 如果是稅額失算的 收到稅額失算通知書的 你就直接用手機認證 手機報稅不用出門 避免群聚感染的風險 失策的話大概十分鐘 不到五分鐘可能就完成了 另外財政部這一回 也把基本生活費 可以從原本每人十七萬五千 變成十八萬兩千元 調高七千塊錢 也推出紓困措施 如果去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導致收入減少 納稅人無法再申報期一次繳清 可以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 根據財政資訊中心的統計 截至五月三號下午五點 全臺已經有四十三萬六千多戶 完成申報 記者會有陳立峰 吳家寶 特別報導 上個月 宏光科大的研究團隊 前往仁愛鄉 進行山林環境探勘 發現通往廬山的臺十四線 和頭八十五線鄉道的邊坡下方 有多處的垃圾瀑布 學者擔心 這樣會對集水區的水質 造成嚴重的影響 從空中鳥看邊坡下方 大批垃圾就堆在撥坎 一直往山下蔓延 就像在山坡出現瀑布 走近一看更誇張 大批垃圾將樹木的根部佔據 不僅是一袋一袋的垃圾 就連家具 床墊也都有 很難想像這裡是臺十四線 通往廬山的道路邊坡 最主要是說他們在有一些車子 可以到的地方 他們可能就是在山谷或者橋旁邊 最主要的還是當地的農作物 有一些感覺好像也是民宿業的 上個月中旬 宏觀科大的研究團隊 除了空拍機進行山林環境的探勘 發現不僅是通往廬山的台十四線周圍 包括頭八十五線香道邊坡的周邊 甚至上游的馬海浦溪谷沿線的邊坡 都是被清倒的垃圾 由於部分地區邊坡陡峭 加上人煙罕至已經形成垃圾瀑布 當地學者表示 這些地區 位在物色水庫上游的集水區 水質可能也受到影響 倒垃圾的人他通常有一個觀念 他總以為說只要下一張大雨 這些垃圾就會被沖走 其實這個垃圾並不會被沖走 他頂多只是從山上沖到溪谷 潘橋表示 上游的塔羅灣溪因為缺水 只剩下小小的水流 水質污染可能更嚴重 除了會整氣質量較多的地點 進行坐標定位和環境描述 提供給環保單位加強監控 南多幸福也表示 將加強清運 以及不定時的巡查 印度的新冠疫情再度擴大 確診數連續十二天突破三十萬 儘管如此 地方選舉依舊是照常舉行 而選舉的結果 總理莫迪率領的政黨 敗給在野黨 反映出印度民眾 對執政黨的不滿 印度新冠疫情未見趨緩跡象 二號單日新增三千六百八十九例死亡 是疫情爆發以來最多 宛如海嘯般的疫情癱瘓醫療體系 不少患者因延誤治療而死亡 養氣藥物和疫苗的供應短缺 讓確診和死亡人數持續攀升 即便當局在首都新德里搭建臨時醫院 卻因為缺氧問題無法收治患者 另外還有前線的醫療人員痛失親人 卻還得咬著牙繼續治療患者 在疫情肆虐下 印度宛如人間煉獄 世界各國趕緊伸出援手提供醫療援助物資 及製氧機 當局則以海陸空等運輸工具 把氧氣運送往重災區 但就在各界不斷投入資源處理疫情 西孟加拉邦卻有民眾不顧疫情大肆慶祝 支持者搖旗呐喊無視社交距離 在大街上慶祝勝選 印度地區議會選舉結果出爐 在野黨草根國大黨在西孟加拉邦 拿下三分之二席次 打敗總理莫迪帶領的印度人民黨 路透社報導指出 莫迪政府無視變種病毒的威力 積極投入選戰 在今年二三月舉辦多場大型造勢活動 但沒過多久印度疫情全面失控 敗選結果也反映出印度民眾 對執政黨的不滿 而莫迪現在除了得處理棘手的疫情 接下來還得面臨政治考驗 公視新聞王伯文編譯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未知 今次回市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